萝卜种植小妙招 今天呢是第一期 如何让萝卜食心高产 跟介绍胡萝卜种植一样的啊 种萝卜呢 我也是分为几期来说一说 就是在这个系列里面 大家能够找到你们问题的答案 希望这样可以帮助到 更多的小伙伴们去解决问题 种出更优质的萝卜 而且我说的这些是适用于所有的萝卜 今天呢就是第一期 有需要的小伙伴记得做好笔记了 首先第一个就是底肥要生湿 萝卜它是属于根茎作物嘛 根茎扎到土壤深处 那它吸收养分的地方呢 是在这个根肩上的那个毛细根 有很多小伙伴经常施底肥的时候 都是把这个肥料 施到播种屑旁边靠近种子 等到它根茎下扎了呢 下面的根部啊 它就没有肥料 就根本吸收不到充足的养分了 那这样肯定会影响到它的生长的 所以这个正确的底肥食用方法 就是在种子的下面 大概10公分的位置的深处啊 用土壤给它隔开 这样根茎呢 既能够吸收到养分 又能促进根茎往深处下扎 让萝卜长得又长又直的 第二个就是有机肥为主 化肥为腐 萝卜它最喜欢的肥料 就是有机肥了 那化肥呢 也是可以促进它生长的 但是如果说过多的使用化肥 口感会稍微差一点 特别就是你淡素肥料用的过多了 就会出现开裂空心等等现象 所以种萝卜底肥呢 你要多吃有机肥 像粪肥啊 饼肥啊 还有我店铺里的那款 颗粒有机肥这一类的肥料 就可以多吃一点 深一点 这样它的产量和品质 也都会更好一点 那像我的那款颗粒有机肥 一般介绍的话 是一个平方 手抓三四把 去作为底肥嘛 但是你种萝卜的话 大家就要稍微多一点啊 就是每平方 手抓个四五把 去来试底肥就可以了 第三个就是苗期补蛋 根状苗旺 萝卜苗期 它主要是生长叶片为主嘛 只要前期的叶片数量够多 长势茂盛 才能为后期的根筋膨大 提供充足的养分 如果说前期 这个叶片长得不够好 然后后期你吃再多的肥啊 也不太可能高产 所以这个前期你补失 淡素肥料呢 是可以促进它 根状苗旺的 先让叶片长起来 等到中后期再适量的补充 磷肥 甲肥和一些中微量元素 补蛋的话 可以在地苗后 浇灌稀薄的 那个人分尿 饼肥水 也可以随水去充施 这个淡素肥料 也就是那个尿素啊 第四个就是要 捕湿蓬肥和甲肥 萝卜它到了肉质根膨大期 需要及时的补充 蓬肥和甲肥 蓬肥和甲肥 它不但能够 就是很好的预防 萝卜空心 康心 还能够加速它的肉质根膨大 能够有效的提高 整体的这个产量 还有品质 补湿的话是从地苗后开始 每隔十天左右 往这个叶片上 喷湿一次 这个磷酸二氢甲加加蓬肥 比例的话就是 10克磷酸二氢甲加 5克的蓬肥 对 10斤的水 这样的话 既能预防它的空心 康心 又能够增加它的产量 提升它的口感 第五个就是 蓬大气的管理了 种萝卜呢 就是特别到了 这个肉质根蓬大的时候 土壤你不要太干旱了 如果说很干旱的话 就容易出现空心 但是也不能湿度太大 湿度太大的话 又容易分叉 还容易开粒 所以就到了这个 生长后期啊 调节土壤的湿度 保持土壤湿润 这个是决定你萝卜 是不是高产 是不是高品质 一个重要的环节 就不要太大意了啊 那种萝卜呢 还需要记住一点 就是你 前期生长 它需要淡肥多一点 到了中后期 需要甲肥多一点 同时要补充 蓬肥和钙肥 就既高产又好吃 还不空心 还不康心 好了 关于这个 种萝卜的小妙招 今天这一期啊 第一期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了 希望每一位 爱中菜的小伙伴 每天都可以笑口尝开 拜拜